市面上卷裝衛生紙的牌子花多顏亂 但望上去就款款都差不多 消費者可以怎樣選擇呢? 消委會測試了25款卷裝衛生紙 發現靜重、張素、長度和總面積都可以有很大差別 這款維達藍色經典衛生紙 總長度長41.7米 是樣本中最重和最長 雖然被施結三層衛生紙 每卷賣貴8毫子 但維達的長度和正重足足多一倍 等同一卷當兩卷用 價錢又是否和質量掛勾呢? 這款皇冠衛生紙和這款親油粥紙巾 平均每100克賣3.6和1.6 是樣本中最貴和最便宜 但總評同樣只有三顆星 相反這兩款超市品牌的紙巾 兩款每100克都是賣過百 但總評就多半顆星 蕭惠會提醒市民 選購的時候應該留意標示 有需要時可以親自落手比較 其實一卷賣貴子 除了重量之外 格數、闊度、長度都是很不同的 肉眼 單憑肉眼去評量 一卷賣貴子 兩款不同的設置去比較 差不多是可以說沒有可能的 真是要望真些比較一下 究竟它們那個卷的長度 還有呢 就是蹦一蹦它究竟那個直徑 究竟哪一個長些呢? 消委會又說 阿花的衛生紙一般都會捲得比較鬆 同時提醒消費者 如果三層紙已經夠用 就未必需要買到四層紙 以減少紙量的消耗 Live TV記者 陳文勇佛讀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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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